Hello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频道我是Greyson 今天这期影片要教大家制作YouTube订阅按钮动画 这期影片是很多观众要求的 今天我会带大家利用Canva来制作YouTube订阅按钮动画 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你就能够按照我的方法制作出订阅按钮动画 或者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造力 制作出一个你专属的订阅按钮动画 并且我在影片的最后教大家如何把这个动画导入段的剪辑软体里 如果你是DX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出现内容 如果你对这种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出入任何新影片通知了 那么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现在我们就来到Canva 今天会教大家三种形式设计YouTube订阅按钮的动画 我们搜索YouTube影片说图 建立空白文件 这里首先大家记得要把背景改成绿色 因为待会我们要导入到我们剪辑软体里面 之后我们选择元素 选择形状 我选择这个图形 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再更改颜色 都改成红色 现在我们加入文字 点击文字选项 在这里可以找一些字形 我今天选择这个字形 更改成白色 更改文字 之后我们再选择元素 我们搜索Mouse 这里就有一个手的形状 现在我们需要再加入动画 这里有些动画模式给我们选择 这一次我选择扬声 同时我们还可以编辑时长 我把它修改成三秒 那我们第一个订阅按钮就完成了 我们点击下载 选择MP4影片 接下来我们再做第二种形式的设计 还是一样选择元素 选择一个形状 把它更改成红色 再添加文字 选择新增标题 更改文本 选择一个粗大的字体 把它改成白色 接下来我们再选择元素 选择这个圆形框架 然后再上传你的频道照片到Canva 之后再拖入到这框里 然后再点击元素 我们搜索点赞的图标 我选择这个图标 把它更改成白色 再选择小铃铛的图标 同样的更改成白色 现在我们选择动画模式 这一次我选择滚动 做完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下载 现在我们来做第三种设计 还是一样选择按钮的图形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个三角形 把它修改成白色 旋转一下 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添加文字 例如我选择这个文字 把它调整成白色 调整它的大小 修改它的文字 然后再添加刚才手的图标 再添加小铃铛和点赞 现在我们来选择动画模式 这次我选择平移 做好之后我们选择下载 现在我来教大家 如何使用刚才我们制作好的订阅按钮动画 首先我已经把我的文件 导入到了我的剪辑软体里 我现在使用的是Premiere Pro 首先我把我刚才制作好的订阅按钮动画 拖入到我的剪辑区里 现在我就把动画拖入到了剪辑区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是有绿色背景的 我们需要把这绿色背景去掉 我点击效果 我们搜索Key 这里有个Ultra Key 把它拖拽到我们的订阅按钮动画上 在效果栏底下 就会新增加刚才我们运用的效果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吸管 然后吸一下这个绿色背景 现在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绿色背景被去掉了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位置 还可以调整大小 现在我们来播放一下 这样我们就成功加入了 我们该制作的订阅按钮动画 现在我来教大家 如果是在Firmware里 如何去掉绿幕 首先我们双击这个订阅按钮动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个绿幕选项 我们点击好之后 就会把这个绿幕去掉 非常的方便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调整大小和位置 我们来看看效果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影片里面说的方法 制作出订阅按钮动画 订阅按钮动画能够提醒观众订阅你的频道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你的订阅人数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看的内容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给我点个赞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关注我的IG 那里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